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对台湾现在的执政党 就是为中华民国的马英九充满了愤慨 就是说他们都没有做任何事情 这事情发生后我就随即大飞机到了美国这边来 到洛杉矶以后我就联络一些 在这边的当地的朋友 而且是从中国出来的朋友 他们平常时间就非常的注意 在中国那个地方发生的所有的讯息 他们的方法是不但有人 而且还透过网络等等 还有许多的媒体的观察 我就问了常来我们政治台的小张 张先生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所谓的台商被迫害 那在中国的生意人有没有被破坏 他告诉我的答案很清楚 他说很少这个消息 我听了我就有点警觉性了 然后跟他谈论以后 他发现他有一番对于中国汉共政权的一番的论述 这是个论述来自他许许多多的经验 这个经验呢让他有这种看法 今天特别请他到棚内来 来跟各位聊一聊 这到底内幕到底在哪里 小张你好 你好 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张汉飞 张汉飞好 这名字很特殊 把汉都废掉了 汉文化 不是派人 好 来我们今天直接进入正题好不好 这些台商被破坏大家都看到了 您在洛杉矶你跟我说很少看到有个 什么中国商生意人被迫害的情形 我所知道的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汉共政权就派了一组人马到越南去了 5月8号马英九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没有动作 他反而在替他的绿卡的问题在拼命的打 然后呢到一礼拜后他才开始有所行动 就13号以后 那汉共政权他们很早就 今天9号就派人进去了 所以是不是说因为他们有跟越南这方面有过联络以后 那中国的这个生意人就是破坏情形变少 还是说他里面就你跟我之前沟通的有点美感 嗯这个是这样我是这么看啊 根据那个以往的历史经验啊是 嗯中共每年在这个时候就是5月5月开始吧 5月开始到7月份7、8月份的时候 他都会制造一个国际事件国际事端啊你讲你讲六四的问题 呃不是一定是六四的就是国际事端你比如说从2000年青年开始呃达赖喇嘛 嗯还有新疆热比亚藏独江独还有台独 包括去年的日本凡日都是在这个时候 哦 今年呢突然出现一个难事 等一下等一下 这这个时候他代表什么意义 这里是这样啊嗯 嗯在中国呃不光中国啊一个我们有普遍规律吧 就在每年的5月份到7、8月份这个时候 呃不管你从气候来讲啊 从呃农作物也容易生长 那人呢也容易就浮动浮躁 嗯人也喜欢迁徙在那时候股票也会涨对吧 是是那呃那中国呢在这个时候呢 也会容易出现波动 嗯嗯这种为什么会这么波动呢 在年底和年初不会有呃节假日也好 年中也好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那呃有时候往往到年中的时候 共产党政府对老百姓的一些许愿呐 后的有些其他的包括GDP问题啊 工资问题啊社会其他问题 嗯嗯大家看到没有解决的那个后的这个 没有什么希望再是容易出现问题 你被六四嗯嗯 历史上约五四运动四五运动六四等等 都是在这个时候嗯嗯嗯 所以我发现一个规律每年到这个时候 中共永远要制造出一个国际事件 不是国内事件啊你是是出口转内销还是 就是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个摩擦 一些碰撞比如说反分裂啊什么领土问题啊等等 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可以高度调动 嗯中国人的民族情节嗯一直对外 把内部矛盾就就就错过去了是过了八月份以后 过了八月份以后这政权就这一年是稳定了 哎那你一如所指哦 你一如所指说这一次这次的情形 这一次是有关系吗 这次我个人啊就是对这个事情 一个是这个历史的规律 再一个我高度欢迎 因为什么 你看事件的这个起因 就是一个钻井平台嗯开过去了 事先没有宣布 比如说如果作为一个主权的宣布 嗯或者作为一个哪怕战争的预备都 有任何警戒没有就一个一个钻井平台开过去了 对对 这样来说他开过去了他认为那个是他的领土啊 他是这么的领海之内 这个这个宣布嗯 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越南的反弹 嗯那越南反弹的话呢一定会的 那中国内面呢就会引起一个 一个反弹的反弹 但是但是你这样讲的话这个 这个那讲起来这个算是阴谋论了哈 那这有可能吗 因为你把一个这个平台当时代价太大了吗 因为这个里头好像 中共如果说为了政权 因为他的为了维稳这样做的价格太大 为了维护政权为了利益为了稳定 他多少代价 包括财产啊 人人员代价 不在乎吗 不在乎 真的 他们只在乎 赚油这个是国际事业他也不在乎 他们只在乎的政权 所以如果这个哈 另外一个如果你从常常理来论的话 一个钻井平台孤孤零零的 你可不可以开过一个钻井平台的话 很危险 很容易被人打垮 嗯 没有一个军事掩护 或没有一个什么的话 那个作为一个 军事方面的一个一个 宣誓作为一个后盾的话 一个钻井平台的话 那些人很容易牺牲 就很容易被人说这个不正常 这是我我个人的看法 还有一个你在看 将来看的发展一个这场 哎 那不正常有没有可能 中国跟越南就一个默契在 这里很可能有 演双黄啊 因为我们就慢慢再分析这个事 我说 嗯 你从日后 这个事情的结果 你看 是不是这钻井平台就不了了之了 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对这个事 只要在两个月熬过去了 就没事了 嗯 他们跟越南政府之间 有勾结也有矛盾 嗯 就中共政府 很可能是在一起配合 嗯 这是一个 你看看这个整个这个事件 但是我 习近平会玩太大了啊 用国际事件来转移国内焦点 每年都是这样啊 去年的话日本 不这次是水炮互射 嗯 那不是射得完呢 对啊 这个可能就像一个 类似一个军事演习 嗯 因为你看 军事演习 好 哎 这个观点独特啊 你看这战争到底会不会打起来 两个月以后会不会就不了了之 跟去年反日一样 有可能 有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事件的时候 呃 不是说就是一个主权的宣布 没有这样宣布 开进一个钻井平台 这个是属于让那个工作人员 送死的一个一个行动 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如果过于的 就咱们我们民间来讲的话 就是草菅人命了 嗯 那这里的呢 你看那些那个钻井平台 那些人的话 可能有没有什么手 手 还有一个 嗯 你注意到一个现象啊 嗯 越南这个这次反弹 就是好多抗议行动啊 什么 包括打砸抢那个中国的商人 主要受害者是台上 哎 对 我没有看到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新闻 呃 平面的还没有还有什么报道 你那是说 你是平常非常注意 对 中国国内的所有的 所有的互联网啊 那些所有的讯息 你都有在看 平面新闻我几乎都收 你都收过 但是你就是没有看到这个说 这个报道 每一个中国人 没有都是台湾 台湾人 嗯 这个 那么这些 这倒是蛮奇怪的 同样在那设厂开工 台湾的人是说 是不是打台商给中国看 中国不好惹 所以打台湾人 嗯 因为在越南的历史教科书 他们都会说 台湾是 属于中国的一省 都算教育嘛 所以他们就打台湾 台湾这个所谓的 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部 他还弄个贴纸说 我是台湾人 他不说我不是中国人 这个很 这个是智商很像有点问题的 这个是谁提出来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 有他某种目的吧 嗯 这个目的的话 那我 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目的什么哈 啊 哈哈 哎 那么说不说不 马云九是知道中国跟越南有所勾结 他也配合一下 而且我还听到一个消息 你作为一个台湾人 你可以核实一下 在越南的商人 我听说大部分是民进党的 啊是没错 这个还经过民进党的立 那个立法委员讲 在节目里面公开讲啊 大部分这是亲台湾 绿营派 所以马云九他不去救啊 他他有他的立场啊对不对 他关好这个趁这个时候 他们的台商商协会会长 我看他一个照片 后面就是民进党的什么大会 所以姓刘的是吧 我我忘记了 就一个一个一个男的吧 对好 那结果马云九他 这个迟迟动作也趁 在越南趁这个机会 给他们教训一下 但是呢 郭台铭那个就没事 对不对 这怪怪的哈 大陆商人为什么没事 我今天刚才话题 很可能知道这个会有的事件 嗯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越南政府的话会在保护他们 嗯 这个在中国像这种抗议行为啊 包括在越南 柬埔寨啊 这种这种独裁国家 集团国家 他这种抗议行为哈 一般是政府操控的 啊 所谓这种抗议行为 政府政府操控的 因为他的民间自发的这种 那个这种行为 不敢啊 不敢 他们是控制的 不允许 对不允许 政府基本上默许 对对 那政府既然能够默许的话 政府为什么会默许 嗯 对 现在主权的话 政府也会默许 可能他们之间跟中国政府有交易 那么中国大陆的商人可能就会 不过他默许 最主要要有民企来对抗 中共的汉空政权啊 默许的话 我分析越南政府默许 有两个方面原因 嗯 呃 一个是可能 嗯 他们之间有个交易 某种交易的话 到底针对大陆 针对台湾 还针对越南 嗯 我想看结果来说有有一点点是针对台湾 嗯 就看这个结果哈 这是一个 真的台湾台湾 跟他关系也很好 嗯 不管经济上政治上 一个我刚刚说过了 就是 被呃受损失的大部分是民进党内应的那些事 对对 那么这个就是牵扯台湾内部的问题了 哦内部矛盾 内部内部问题了 那个为什么他们的受到那么大迫害啊 我们可以再去分析 嗯 再去探讨 嗯 那我们看到结果就是这些商人在受到一些迫害 嗯 那 还有一个我刚说的第一点就是 政府之间的配合 啊 还有一个是政府为什么允许这样的话呢 也是 给内部越南政府跟中国政府差不多 也是给内部老百姓看一下 嗯 关于主权问题他们政府的态度 嗯 这个 这个 这种极限国家的话 往往都是用国际事件 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哇 这个习近平玩大了呀 这国际事件会把美国卷进来呀 嗯 如果他们 如果我们分析的对的话 那就不会 嗯 因为他们政府真有一个默契 最后是不了了之 最后 两两个国家的政府 通过这次事件以后都能达到说 呃 老百姓的话跟那个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致了 嗯 高我们讲的高度一致 然后那这政权就稳定度过了 可能度过会一段时间 那这样的话等于两个政府的话 从中都是 算是得利的 嗯 关于政权方面 嗯 那经济方面那个赚景平台到底有多大的经济效益 嗯 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他起有多大价值 你日后再看 嗯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分析 嗯 日后再看 你以后赚出来就知道了 哈哈哈 对 所以值不值得这样做 嗯 这是一个经济上有没有有没有多大效益 不假如是维稳的角度来讲的确有效 对 如果是从维稳的话 不过这个奇怪哦 假如你维稳的话啊 这件事情在海外闹闹那么大 但是航空政权的国内 好像没听到有什么反越的那么大的暴动串联 都没有啊 这次呢就是在只有越南有 在越南呢 有有在反对那个中国政府反中啊 但是中国里面没有反越啊 中国这是什么 他们的目的是说呃 想通过那个来凝结民族情绪 嗯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结果 嗯 在中国是不是会掀起像去年反日一样 嗯 那么大一个民族情节 那因为你这我刚才我也我也谈到过 中国任何一个抗议 任何一个人呢 都是必须政府允许或默许 甚至政府操控的 嗯 那这次政府可能没有操控 没有允许他们这去 作为一个户外的一个反抗运动 嗯 但是他可能会起到在人的心目当中 可能会起到这个我刚刚说的一个效果 嗯 就会一直对外 嗯 这就是我 好 好 各位详敬各朋友 啊 经过张先生在洛杉矶这边 长久密切的观测 中国的所有的网路上的新闻 或是平面上的新闻 或是电子媒体新闻 他发现这次在越南的暴动事件里面 中国的生意人遭受损伤的这些报道 几乎为父其为 反而是台湾人都受到伤害 那我们知道台湾人在越南经营的大部分是支持绿营的 所以马英九这种慢慢的行动 在台湾从来没有人指责过他 是不是有意的让绿营的支持者受到伤害 而不去加以援助 加上这个事情的确非常有蹊跷 中国在5月8号台湾知道以后 中国在5月9号就派了个特遣队到越南去 这个是媒体报道都有的 所以变成说这种事情是中方早就知道 马英九他早也知道了 那为什么出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在台湾好像没有人提出质疑 今天张先生提出这种质疑 值得我们好好去想想 想想的空间太大了 这个真的太大了 所以这里面中国马英九越南这三个角度 是不是有串通勾搭之险 我们这个阴谋论提出来 让大家去思考 今年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ку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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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